接下来要颁的奖项是 最佳谈判荣誉奖 哎呦 你看看 爱情有36计 孙子兵法有36计 而他的谈判技法 却有千万种 虽然都以失败而告终 但他依然坚持揣测万物 他总是能在毫无破绽的规则里 加入自己的漏洞 只要开机他就六亲不认 任何一个工作人员 都能被他当作家乡敌 使进班纳士是他的做事准则 而办不成却是他的宿命 他就是爱唱歌的大男孩 余根莹 为什么谈判呢 其实是为了节目能更好 更好玩 更有效果 所以才选择谈判 为什么谈判呢 是因为希望分贝再出逃 可以有第二季 我可以玩得更好 我可以再去谈判 希望我们第二季有更多的赞助商 比如说我们的诺维健康 比如说我们的韶音耳机 希望第二季还能拥有你们 然后在此感谢所有的哥哥姐姐们 所有的工作人员 这几天对我来说还蛮开心的 虽然很早起 有三个舞台 然后但是我感受到每一个人都很想要把这些事情做好 这是我感受到的 所以当我感受到这样的氛围的时候 我就会很想要努力的去做 而且 而且 所以我确实没有想到 就是最后的氛围能这么好 就是超出我的想象 然后真的跟哥哥他们感觉也很好 所以我也希望真的能够一直走下去 谢谢 谢谢 谢谢